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这次的免费传说策划就让我们二选一,可能有的欧皇觉得自己能一发入魂,全都拿下,可这次的限定转盘,暴率那是相当一天,两个转盘都给大家使水了,直接看一下暴率。 另外,老玩家回血和新玩家简陋,都推荐用一手游,价格实惠不说,还有账号包配,非常放心,那既然只能保底一个,到底谁更值得选呢? 选具鸡皮肤的好处是,什么版本都能玩,不会因为枪写数据调整,导致这个赛季直接用不了,也因为这个因素,狙鸡皮肤的特效少得可怜。 就像再玩一把紫皮,基本感受不到传说的那种感觉,廉价感直接拉满,下面讲机枪,它和狙鸡的优缺点正好相反,枪是比较冷门的,但特效是直接拉满的,无论是击杀特效还是枪械本身都是正常传说的标准,而且狙鸡的鸡苗是美改的,机枪的肛门却是被开发过的,直接给你撑大了,狙鸡这把传说甚至还不如最早的手侧皮肤更有特点, 角色方面,不知道你喜欢谁,我更偏向于选金刚,最后你究竟会选鱼翅还是熊掌呢?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和理由,我们下期再见。